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骨的花莲在地防土鸡鸡腿 下锅沾染浓郁香气和金黄色泽 再加进煮熟的马铃薯红萝卜 一起美的冒泡 前面步骤就要先煮透 它要煮很久 你等它煮很久 肉爪就不知道烂到哪一次 新鲜食材制作还不够味 Rush还有一招古今迷迷 让咖喱更有滋味 咖喱是放隔夜会比较好吃 所以我会故意把佐叶 佐叶煮的 先把它保存一些下来 然后把它最好的浓稠 那个酱汁再拌回去 我觉得这老卤老面大概就这个感觉 15分钟整锅熟透 再焖15分钟入味 加上椰奶就可以上桌 在白米画布上渲染美味画作 可能他们是真材食料下去做 所以还会有一些 就是有留下他们 就是在炖的那个食材的那个 纤维在里面这样 老淘吉的客人一吃就知道 咖喱酱是灵魂重点所在 Rush家的咖喱 和一般用现成咖喱粉制作的酱汁 不太一样 秘诀全在厨房繁复的细节里 Rush家正美会 花莲数一数二的咖喱达人 一早就在工作台前忙碌着 今天要熬煮的是养生鲜酥咖喱酱 主要材料很简单 老姜 南姜 姜黄 组成的姜军家族 和柠檬香茅一共四样 这老姜辛辣 然后那个南姜它有一种香气 可是它又有点那个 那个辣辣的 可是就是没有它那么辣 它这个你闻闻看 就是这个味道 比较清香 对 比较淡洋 可是你就是看不出它是姜的味道 13公斤的老姜配上6公斤的南姜 和3公斤的姜黄 煮成黄金比例 要煮的辛香有层次 光是洗切洗洗 一共反复6次 就要花一小时 有时候我们去买回来的时候 可能挑了会去掉很多 你这没有挑干净 你煮出来的酱 其实会有味道 老姜还容易切 南姜和姜黄的硬度特高 就要儿子Rash出马 这么会做咖哩 Rash媽说完全是爱吃的关系 当初为了学做咖哩酱 还专程飞到新加坡 跟当地朋友拜师学艺 才知道一碗咖哩的辛香 需要这么多不同的姜来做搭配 切好的老姜和姜黄 倒进日本进口的研磨机里 要打成泥 打成泥 当然它的香气会比较容易出来 对 尤其是柠檬香茅 跟姜黄南姜 这几个打起来的时候 哇 那真的是非常香 可是我们不会把它打到变是 这样粉末这么细 让客人还可以吃得到 它的那个纤维口感 而特颖的南姜则用 更猛的小金刚伺候 用来增加均果香气的和果 一样无法泡制 打到香气扑鼻 另一头大锅里的沙拉油 加热80到100度 当打碎的材料一起下锅爆香 把水分抽干 把香味比出来 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 我们就研发 为什么会坏掉 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防腐剂 它为什么会坏掉 然后就慢慢结果就说 就是水分的问题 你有水它很容易腐败 所以光一个动作 都可以要煮到一个小时 还得随时注意火候 一煮六小时 冲一初期大炒菜锅制作 没有机器手备帮忙翻角时 常常一个不注意就功亏一篑 最难的其实是在火候的部分 它火候控制不好 就是烧焦或是苦掉等等 那都是它的困难的地方 你有焦过吗 早期那是常常焦 怎么样这样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机器 它在那边运转嘛 我们早期用那个 一公尺的那个直径的那个铁锅 然后一次开两锅 然后两个人这样一直炒 我去接个电话回来就焦了 就没了 如果没有焦 它一直不断地焦的话 它就马上底下就沾黏住就烧焦 你是接到女朋友电话 这样一个小时吗 没有啦 三分钟就可以焦了 这么麻烦的工作 很多店家为了省事 都用咖喱粉代替 不过Rush和妈妈说 用天然食材煮出的香气 是食品加工品没法比的 真材食料加上慢工细活 才有真正的好东西 咖喱是 我觉得不困难 就是要细心而已 看它的做法的时候 一道一道的程序 要有耐心 72年吃了Rush和妈妈 其实是驾杠逮巴郎 高中毕业后 考上东华大学资管系 它形容一来花莲 就被这里的土粘柱 不想离开 因此毕业后 想尽办法要留下来 创业当老板 工作很难找 很难找怎么办 你知道自己创业 Rush东想西想 想到了妈妈煮咖喱的 独门手艺 开店应该很受欢迎 于是游说母亲 一起搬到后山生活 刚好郑美慧也很向往 花莲的慢活步调 于是不顾亲友的劝阻 申请提前退休 母子携手创业打拼 厨房熬煮工作 交给妈妈看顾 Rush直奔田里 找明天要制作的材料 你起来像这样一吐 你要把这个土分开 好香 这真的超级香 年轻人不只有赚钱目标 也有好的理念 Rush和妈妈开店后 四处在花莲巡房有机小农 找天然无毒食材 凤林的这片无毒姜田 就是他专属的器作好物 新鲜的它的味道 比较好 比较清香 因为如果是干燥磨成粉的话 那味道就很重 很辣 人称南疆妈妈的 料美菊老师 是种姜给Rush的新老农 原本在花莲高中教生物 退休后在中央山脉脚边 休养了二十年的土地上 自己自足做自然农法 不撒农药不施肥 完全野放的种植方式 也提供给学生们 当作最好的自然生态教室 种出来的姜单单柴起来 看就是不一样 什么样不一样 那皮肤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这个地方挖出来的姜 是这样非常结实光滑 很强健的 几年前 廖老师去Rush的店里吃饭 一聊之后Rush才知道 花莲的偏僻角落 有一个友善土地 默默耕作的现代神农 于是拜托廖老师帮他种姜 采取器座方式合作 保障价格和数量 廖老师有支持下去的经费 Rush有稳定的食材来源 双方互蒙其力 一起为亲近土地而努力 这个 他不会跟我杀价 他只会跟我说 廖老师 那如果你要提高价格的话 我就只好卖贵一点 然后我想 消费者要吃很贵的东西 因为我也是消费者 我觉得不忍心 然后我们就会瞧一瞧 尽可能 就是我们收支平衡就好了 那你提供他这么好的食材 你去他那边吃应该要打个折 我也希望他给我什么餐券 什么带 回到厨房 锅里的姜泥 加进素蚝油 麻油 糖 盐 胡椒粉 颜色从闪亮金黄 熬到内敛的咖啡色泽 就是最基本的咖喱酱底 再依照不同的口味 调整配方 变成不同的咖喱酱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 用原住民野菜熬制而成的 方炸 玉咖喱 配上宜兰南澳的有机牧师米 就是无独天然的 完美绝配 我这么爱来这里吃 然后呢 他做的材料 就是我种出来的 不是很有安全感吗 就很清楚这个南疆 是怎么样的品质 我就不用担心 那里头放了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 鼓励年轻人也照顾自己 真材实料的在地食材 一国味 每到吃饭时间 总是人潮满满 假日更是大排长龙 不过开始的前三年 因为没有知名度 生意浮浮 扣掉成本和人事 只能勉强打拼 Rush还得出去上班 赚自己的薪水 做房屋这种事情这样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工作 是可以中午还可以出来外面 因为它是业务嘛 然后就工作就比较弹性 所以中午可以出来 在餐厅端盘子 然后下午再回公司 这样 他一度想要放弃 还申请到了英国研究所的 入学许可 但仔细思考 认为拿到学位后 也许可以进到大公司拿高薪 但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 真的不是他想要的 不想要到了中年 再来思考转职转业 他决定坚持到底 相信好东西 一定有人懂得欣赏 果然第三年后 生意逐渐好转 现在加上网路宅配的咖喱包 一年营业额千万起跳 我自己对我们自己 花莲产的咖喱 是非常的有信心 然后品质来源 我都觉得是非常棒的 那我就希望 让更多人提高 母子俩爱花莲 从台北移民后山 和很多人一样有梦想 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找方法改行动 让徐妈介意 想创业的年轻人 勇敢做开心的事情 就容易成功 开心 开心 真的开心 我跟你讲 一个想做自己的东西 然后照自己的事情 去做的时候 是很开心 花莲的母子党咖喱 融融酱汁里 有源源不绝 浑身发热的满满活力